来,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更加有趣的交流 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今天中午要去的那家网红餐厅 网红素食馆 他们也许需要短视频宣传 我可以说服他们的老板 我为他们提供短视频拍摄 就是为他们餐厅制作一个视频 帮助他们宣传 中午这顿饭预计的费用大概是500元 我如何说服餐馆的老板 接受我的提议 让我用短视频拍摄服务 来对换设顿补餐 哇,他说很好的想法 哇,厉害厉害 他说要 如果你想用短视频拍摄服务来兑换这顿午餐 可以考虑一下几个方面 减要减明扼要的向餐馆的老板介绍你的服务 和在和餐馆老板交谈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减明扼要的介绍自己的服务 例如你的专业技能服务范围什么什么 然后第二,明确服务的价值 你要告诉老板你的短视频拍摄服务 可以帮助他们扩大知名度什么什么 第三,建议跟老板签订这个书面协议 避免后面有纠纷 第四,避免明确换餐的方式和范围 然后第五,展示你的短视频作品 可能的话向老板展示 对吧 好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他说 参馆的老板愿意接受我的提议 愿意我通过 或者直接就这样了 其实他是理解的 愿意接受我的提议 他要求我现场为他的速食馆 拍一个两分钟的宣传视频 请问我该从哪些角度帮他拍摄这个视频呢 来,各位同学看这里啊 他说恭喜你成功说服餐馆老板接受你的提议 哇,太厉害了 他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 然后在拍摄的两分钟 在拍摄这两分钟宣传视频的时候 你可以从以下角度来拍摄啊 第一,餐馆的环境和装修 第二,菜品的介绍和制作过程 第三,服务态度和专业素养 然后第四,顾客评价和口碑 第五,餐厅文化和理念 我们可以跟他说啊 这个方案有点复杂 老板,餐馆 餐馆老板就是希望重点宣传他们的店铺装修风格和菜品 请以此为重点 帮我创作一个转视频拍摄脚本 要求每个环节具体的时间是多少 就是罗列清楚 第几秒到第几秒要拍什么 哇,瞬间帮你创作出来 我的天啊 你看 彻底解决我们遇到的各种难题 好的 底下是一个短视频拍摄脚本 以展示餐厅的装修风格和菜品为重点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前面的两秒呢 拍下餐厅的门头 二到四秒呢 拍下这个餐厅的内部 突出张修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张修嘛 他这里就强调张修 第四到第四秒 第四到第六秒呢 聚焦在某一道菜品上面 接下来什么什么 我的天啊 是吧 OK 就这样啊 他就告诉我们了 我们可以提示他 你忘记了 我 或者说 这个老板要求视频要 两分钟 请修改一下 你的脚本 好的 他说 根据老板要求 视频长度为两分钟 我稍微修改一下 之前的脚本 哇 你看 是吧 哇 你看到没有 两分钟 是吧 你可以问他 为什么多出了十秒 我说的是 两分钟 为什么最后 多出了十秒 这个理解能力太强了 然后他说 很抱歉啊 我的回答确实有误 我理解成了两分多钟 如果按照两分钟来拍摄短视频 可以按照以下的脚本进行 哎呀 他还是出错了啊 最后 一点 第十点 你 竟然 写成了 一百三十秒 我要求的是 一百二十秒 请重新修改 哇哇哇哇哇哇这次对了他说非常抱歉我又放了同样的错误根据您的要求我将第十点的时长从一百三十秒 改为一百二十秒 改为一百二十秒修改后的完整脚本如下 哇 太牛了 太牛了 太厉害了 太牛了 確就有点允论了